大约在半个月前办 那个少年双眼闪闪发亮 在工会办了手续 这个由自己担任地下城攻略顾问 进行监督的少年年仅14岁 不止不分种族 无论男女老幼 只要有薪水都能成为冒险者 但由于工作性质 出现牺牲者是家常便饭 这样一个年幼的孩子 刻意前往危险的待 艾依娜的脸色自然也就不太好看 为自己负责的冒险者担心的艾依娜 确认少年贝尔克朗尼的平安无事 表情转趋柔和 她服了服眼镜 转向声音来源的方向 正要打招呼时 艾依娜小姐 全身被血染成乌黑的少年身影 出现在她的视野里 乌哇啊啊呀 请告诉我艾斯华伦斯坦小姐的情报 贝尔尼欧 被怪物的血喷到了 就先去冲个澡再来咽 对不起 艾依娜小姐的训斥 让我低下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